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9月1日 開學日 我女兒都要上學 又跟大家見面 都很高興我們Youtube開玩 Youtube 通尼華齋 碰大欺客 不知道Youtube想怎樣 那條新聞片立場也播 我又不封立場 我想我們被人追擊的 好 開始了 支援反修例示威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 上個月宣布 因應負責資金托管和收支服務的真普選聯盟 會在短期內結束運作 因此它已經制定了方案 將會有秩序地停止運作 但是消息就說 警方已根據港區國安法 向法庭取得提交物料令 要求612基金和真普聯董事 提交基金的來源 以及捐款人的資料等等 據知警方會調查捐款組織 或者捐款人有沒有涉及 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據了解警方已經和法庭拿了提交物料令 要求基金的信託人和真普聯公司等等 在指定的限期內 提供有關組織運作和資金往來的資料 包括多次眾籌的詳情 資金 賬戶資金往來的詳情 捐款人的資料 捐款的用途 還有支援項目的細節 受助人的資料 是包括受助人的資料 明白我說什麼 包括受助人的資料 有誰拿過612錢 你都會出事 我想可能 以及一切與組織營運相關的資料 據悉警方調查的方向 包括曾經向基金捐款的組織和人士的背景 是不是涉及外部或者境外勢力 或者涉及其他違法的行為 據港區國安法第23條 任何人協助或者資助他人組織策 或實施自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均屬違法 捐錢 幫人打官司 不知道有沒有 自在顛覆國家 歌手何韻詩下週一 即是6號 就會舉行演唱會 但是 演出的前夕 《文媒報》等建制媒體 日前就引述消息 執法部門 正關注新兼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託人何韻詩 事件一個禮拜 今天何韻詩在社交媒體就宣佈 香港藝術中心以觸犯場地租約的原因 決定取消他在壽神劇院的租場 令他的演唱會 《你尚未成為的》 名叫《你尚未成為的》 演唱會的主題 被迫取消 何韻詩在Facebook專頁批評藝術中心 並沒有清楚交代原因 《表明堅決反對藝術中心的決定》 以及保留追究一切損失的權利 強調其團隊 檢視演出內容 以及已公佈的宣傳資料之後 確認當中沒有危害公眾秩序和安全 以及觸犯法例的可能性 他有形容 《音樂是關不住的》 《還會繼續開場》 何韻詩在Facebook專頁就這樣說 在8月31日接獲香港藝術中心的通知 指他違反場地租約合約條款 臨時取消他9月6日至12日 在租用壽神劇院作為演唱會表演場地的預約 並已經退回12.7萬 122,700的長租 即是退回錢給他的 涉及租約條款為合約的22C 內文就看他Facebook 本身是612基金信託人的何韻詩 在基金宣布停運之後 一直被《星島日報》和《大公報》追擊 說他已經被執法部門關注 《星島》上個月26日的社論就說 指壽神劇院租場給何韻詩 就捱批 沒有理由把場地租給他作為公眾活動 那麼別人搞演唱會 是不是公眾活動 我也不清楚 香港大學社會系博士生謊言 就被傳在上個星期四 即是8月26日 於港西南寧市 租內地國安人員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他被指涉嫌顛覆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據了解 方言就 本科在北京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就讀的 2018年去到香港公讀博士 一直從事勞工研究 曾經在2018年探訪過深圳的維權工人 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 今早就在Facebook發貼文 說港大社會系博士 謊言8月26日 在港西南寧被國安以涉嫌 顛覆國家政權罪 他這些字很難讀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即是秘密關押 他為勞權行動者 研究方向為中國勞工運動 即是 方言就是一些 勞工權益的行動者 即是職工盟 李卓人 他研究的方向就是 研究中國勞工運動 也曾經在中國在非洲 投資 讚寫書評 哇 那港大就說 他已經得息事件了 正是瞭解當中 有需要的時候 會為方同學 和他家人的協助 會幫他家人提供協助 那我看你港大可以做到什麼呢 至於方言的爸爸 在微信圈就找朋友救援 聽我說 我是方建宗 中共黨員 方言是我的兒子 1995年4月4日出生 201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2013年 考入清華大學社科學院 2017年畢業 2018年進入香港大學社會學 社會學院公讀博士 主要從事勞工研究 在位第四學年拼搏之際 於2021年8月26日 被港西南令市國家安全局帶走 那是他爸爸說的 他在微信圈這樣說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幫到他 那在大陸拉 那他爸爸方建宗 都同時說自己感到非常驚訝 每天都在痛苦救救我的孩子 又表示方言一直專心完成自己的學業 指他絕沒有動機 也沒有足夠現實條件去從事任何違法 亂己的活動 那方建宗沒有提到他 知不知道兒子因什麼事 涉嫌干髮顛覆國家政權罪 只是希望有關部門盡快了解兒子的情況 亦都希望方言能夠盡快協助調查完成 盡早回到學業中 說完這麽沉重的事 不要說了 不要說說舒服一點 今天開學 全港中小學均維持半天面授課 暫時沒有中學符合條件 申請恢復全日面授 早上大約8點多 位於荃灣城門道的小學補血會師員學校 陸續有家長陪同子女到校 有不少人還在學校門內拍照紀念 有什麼好紀念 學生進入校園之後 就要探熱和搓手消毒 那教局早前公布 如果學校教職員和學生打齊兩針 的比率分別達成到為七成 和滿14天就可以申請恢復全日面授 為小學學生 大多未滿12歲的最低接種年齡 暫時不可以恢復全日面授 教育局局長也有出席 我剛剛講這間學校的開學禮 學校期隊升起國旗 學生就唱歌歌之後 楊岩雄就支持說 感謝各學校在防疫中足起屏障 令學界可以恢復正常課堂 也提醒學生要繼續提高警覺做足防疫措施 所以他逐指 局方要求學生學習中國歷史 憲法和國家安全的概念 都好好裝備自己把國家的發展機會 將來就做過愛國愛港的人 大約81萬名以書面登記 或者以次輪電子登記消費券的市民 今天就可以領取第一期二千元的消費券 有紙本申請的市民表示 拿不到消費券 那就去了太子始創中心的秘書處查詢 現場有幾十名市民在這裡聚集 多數都是老一些的有紋身佬 我現在看到有個年輕的紋身佬 也有長者情緒激動 不時在場指罵 我告訴你警察就不敢拘捕這些 現在限聚令 所以就拘捕他就可以了 有長者說 今天以百達通是拿不到消費券 於是中午過來查詢 等候到一點多才獲派醜 衛免長時間多人聚集 唯有去吃飯 之後再回來等 之後再回來等 他認為安排混亂 他又說 可能早前填表時寫錯資料 因此只可以繼續等 直到拿到錢為止 也有長者說 一家三口都要填表方式拿消費券 自己和媽媽 今天已經百達通拿到錢 但是姐姐就拿不到錢 由於她是獨居的長者 於是就陪同她前來處理 那我這裡就看到 政府就說 有九萬人不符合資格 不符合資格就被拒絕的 那看看政府怎麼搞這件事了 再說些得意的事了 今年五月 時任警務處 國家安全處處長 蔡展鵬 被揭涉 同年三月 在灣仔 就光顧這個無牌按摩店授查 那該按摩店事後就被指懷疑 經營色情女的色情場所 三女一男就中烏 控告這個管理賣人場所等陸罪 他們今天在東區法院 全部否認控罪 主任裁判官徐以薇 押後到10月21日 作審前覆核 以確認控辯雙方傳召證人數目等等 控方將會叫10個證人 第四被告胡炳雄代表大律師戴偉奧 就在庭外表示了解到控方證人不包括蔡展鵬 他們一方打算傳召蔡展鵬作供 但也指出控方提供的閉路電視片段遮掩除被告以外的人樣 直言不滿意和不能接受片段因素 應該有蔡展鵬的樣子 受審那方說不能接受和不滿意 也考慮傳召蔡展鵬出庭 嘩他出庭就過癮了 法庭不准說謊 作弄工犯法 看看蔡展鵬怎麼說 最後再說一點輕鬆的事 陪伴香港人超過20年的海洋公園三款機動遊戲 包括跳樓機、滑浪飛船和越礦飛車 在今天正式退役 昨天不少人在他退役前到海洋公園懷冕一下 童年回憶 我也很喜歡玩滑浪飛船 深受家庭遊客喜愛的滑浪飛船 1984年就開始運作 我也未出生 大家猜猜我的一歲 啟用至今已經超過37年 整個旅程最期待之處 是小船升至河流的最高點 穿過山洞後苦衝十米 激起水花四淺 至於曾被外國主題公園評論網站誘為 最美的過山車 這個越礦飛車也逃避不過淘汰的命運 亦都令不少人聞風喪膽 高20米約20層樓高的極速之旅跳樓機 亦隨著樂園轉型告別港人 海洋公園說 滑浪飛船越礦飛車和衛處急留天地的 海洋飛船將立入公園未來策略夥伴合作發展計劃中的力險主題區 這三個項目退役之後的設施處理方式 將時乎最終合作夥伴的發展規劃 好了發展計劃 那就浪費了 我也跟大家說再見了 因為我很忙 我待會有事做 很大件事 希望我平安 大家給我一個祝福 大家應該猜到是什麼 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Facebook like like我們Facebook page 因為如果有什麼事可以在上面聯絡到我們 多謝大家拜拜